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ChristopherTV 现在我跟大家谈一下关于 医疗保险和你在这里生病受伤的时候 再看医生这一方面 大家有看过之前影片的话应该会知道说 我在前几个星期 从脚车上刷了一大跤 导致到我左脚膝盖是 严重的受伤 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左脚膝盖 都是不能弯曲 就是我整只左脚是完全就是 不能弯曲,我不能遵 但是在我人生中第一次摔的那么重 重点是这一次还是在国外摔跤 国外受伤 这种感觉还真正是在人生中是没有经历过 也是第一次人生中 第一次在国外自己受伤 然后自己去看医生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那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子 在马路上不小心跌倒 跌得很重的情况下,你是可以直接去医院的 你就跟他们说你是哪个学院的学生 这样让医学生事务处 可以知道你情况 你的医疗费用都是由学校 帮你处理,我学校的护士 它是说事件的话 保护的那个医院的 那如果你只是普通的生病啊 或者普通的隔山,受伤 想要看医生的话 我建议大家先过去学校的 保健处,或者说国际学生事务处 有人帮你跟医生做预约 在这一方面,如果大家 在普通上上课期间 也就是9月到6月这段期间 医生常常都会去到学校 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子在沙门 不是正常上课期间 那要自己走去医生的诊所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你在还没有去医生诊所之前 还是需要去到学校 由国际学生事务处 去到国际学生事务处 或者帮你去做预约 我问过学校的护士就说 没有学校帮你 自己去那个诊所 或者自己去医院的话 是需要自己去还那个费用的 就是普通人去诊所 需要还那个费用 刚才看过那个费用应该是要50欧元 像我们这种留学生应该 不是很能负担得了这样子的费用吧 那我的情况呢,我需要诊所 医生给了我一封信,叫我说要去医院 做x-ray 就拿了医生给我那个 referent letter 就是医生那个信 证件去到医院 大家在这里要注意啊 就是你要有的 要保留住医生给你那封信 拿着那封信呢 去到这里的医院呢 那你去那边做x-ray 或者做一些治疗 或者跟一些专科医生 或者像我这样 我是需要去做一个的那个物理治疗 Flegiotherapy 这些都是免费的 你给了他这些referent letter 然后跟专科医生见面过后 专科医生就去交代其他护士 让你再几时再回去复诊 自体疗程这些治疗都是免费 都是没有收你半毛钱的 大家就不需要太担心说 因为我像我之前就还挺担心就是 我这一次受伤 会不会需要还到很高的一个医疗费 当那个写下的护士告诉我说 诶,我是不需要还任何费用的 我就简直卸下心头一个大石 不许我才认为说 我应该需要做一个比较正当的影片 跟大家解释清楚这一块 希望大家如果在这里真的是不小心受伤 生病了 不需要太担心 就去学校找老师协助你 可以去到国际学生事务处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或者去到health unit 就是我这一日膝盖跌倒受伤 我朋友给了我一个要求 我后以后忽然觉得说 我真是在从马来西亚忘记带了一个东西过来 这个东西就是中药 在爱兰是很难找到中药的 可能你在爱兰大城市像杜伯林当兵 这样子那个地方可能还可以找得到 跟一些中国人或者在一些中国商店可能找得到 但是我觉得说普遍上你应该很难找到中药 好像我这次跌倒受伤 我是用青草油 青草油在这边就是非常难找得到 大家你们来爱兰之前要记得就是 关于中药这一方面 如果你有习惯用中药的话 记得一定要自己带来 青草油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做了SRA 其实SRA出来的报告是说我脚OK 有过了一段时间我会觉得说 我膝盖复原程度还挺慢的 然后我有点担心 我有一次去医院健庄科医生 有跟他讲一下我的情况 因为他是有警察过查不出原因 就有安排 让我去做MRI 那我住了一个地方就是Dando 他是在Dando这个医院呢 他是没有提供MRI scan这个服务 那他就帮我申请去到另外一间 Rahonda比较大型的医院 做MRI scan 让我比较惊讶的是 当我收到那个MRI scan 通知信的时候 我安排的日期 竟然是要到11月 才轮到我去做MRI scan 我会觉得说 我的脚当那时候应该好得差不多了吧 那我就拿了那个信件器到学校 学校里的护士和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的老师 他们就跟我说 其实这样子 因为我做的是Private MRI scan 其实Private MRI scan 在爱兰的话 通常都是很实的 除非说你自己缴费 就是Private MRI scan的话 那你就比较快可以做得到那个MRI scan 不然的话 你通常要等到好长一段时间 那当时的我 因为真的是还挺着急的 所以我就要去 我就问说 我可以做Private MRI scan 因为Private MRI scan的话 通常要还500欧元 就有跟我说 我可以动用那个 MEDICAL INSURANCE fee 做那个Private MRI scan 那我要动用那个 International的话 需要打电话去那个 International 公司的热线 去问他们说 可以帮我cover吗 然后那个International 公司 他就会要求我 填上一些文件 可以让他们完成那个程序来 事情就是发生到 在另一个星期 我去做物理治疗的时候 治疗师大概叫我做一些 几个动作 然后看我膝盖 到底是几样子 一个受伤 物理治疗师就告诉我 其实我这膝盖的整个 那个结构其实还是很好的 因为我太大的损伤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可能一个月的时间 让它完全康复 它只会一个星期 比一个星期好 会慢慢的好转 所以我就打消了 去做Private MRI scan 那个念头 好那总结今天这个影片 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你来到爱兰 如果你真是生病啊 或者受伤的时候 不用太担心 就去学校的Health Unit 或者去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去找医生 做预约去见医生 然后去接受治疗 在还学费的时候 里面已经有包括了 Medical Insurance Fee 可以帮你承担你的医疗费用 所以说不要太担心 不要延迟你治疗的时间 注意一点就是说 你不管去诊所或者去医院的话 都必须要有医生给你 那个Sig Friend Letter 可能还需要带一些 自己的一些证件 或者是学生证之类的 不要没有学校 帮你预约的情况下 自己去诊所或者医院 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 你都需要自己去偿还普通人 见医生的那个费用 影片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 记得订阅我哦 我会努力上传新影片给大家的 拜拜 by bwd6